2023國際半導體展開展了 那麼在這一次 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英 他有特別提到 到底會不會加入 安謀ARM的IPO行列 他說還在評估當中 要請教英良 他說這一兩個禮拜 就會做決定了 對 我覺得應該他會 因為他其實在會 這個訪談裡面 有提到一個重點 他說安謀是台積電 重要的生態系的一員 所以他應該是有機會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出來 就是說現在大部分人 對於半導體未來的展望 應該還是持續看好的 尤其是這一些大咖龍頭們 你看徐修蘭有講 環球星有講 雖然說今年的矽晶圓 需求量不是很好 但是未來10年 他還是有機會繼續成長 甚至瑞瑞光營運長吳天玉 他就有提到重點就是說 未來幾年 應該是所謂的PMMP時代 PMMP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跟各位慢慢講 就是說在199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PC剛問世 所以它是屬於PM時代 P就是People M就是Machine 就是人機協作時代 然後到了2000年的時候 手機問世就變成PP時代 人跟人互動時代 然後在接下來2010年的時候 智慧裝置跟物聯網出現了 就變成什麼 PMP 就是人透過機器 再到人的互動方式 現在因為AI出來 AI出來之後 他說未來就是PMP PNMP時代 就是機器人會操作機器人時代 所以未來這個應用 應該會越來越廣 所以他看 你知道是機器人操作機器人的話 每個機器人都要用到半導體 所以它半導體未來需求 就絕對大增 我們看股價的部分 日月光坦白來講 它股性比較牛皮一點 雖然說未來展望很好 但近期來講 因為已經有漲過一段了 所以最近來講 應該都會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曲線震盪 晶圓電的部分 它一樣是封裝測試 我覺得它股性稍微會比 月光坦白好一點 因為它接下來在 這個COAX產能 只要滿足的情況之下 它的封測的需求 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它第三大客戶 就是這個所謂的 揮達的部分 其實這股價 我們在這邊有提醒過各位 現在你會發現 其實最近也漲了上來 漲上來說 它漲上有做整理 但最近來看 感覺起來要準備 去挑戰前高的一個味道